习近平星期四在长春的考察 主要是了解基层社会治理 新区规划建设和国企改革发展 他在长春社区幹部学院考察的时候说 基层是治理体系建设的基础 关键是党的领导 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社区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加强党的领导 而在国企一气集团 习近平就说要建立中国民族品牌 整个制造业的竞争很激烈 有危更有机 关键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 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就要立这个志向 一定要把我们的民族品牌搞上去 他又对刚刚加入集团的 应届大学毕业生说 今年大学生就业面临一些困难 政府示作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 会全力以赴解决 我们的大学生的责业观 要摆证 找到自己的定位 活路到踏踏实实的工作中 实现自己的真理性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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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